你没事吧 走吧 现在去哪儿 回学校 男子汉大丈夫 不能这么小心眼 是是是 好 来来来 吃个饭 来来来 有性格 行行行 我喜欢 行行行行 欧阳 是不是每个主国都会经历这些 欧阳 是不是每个主国都会经历这些 那怎么样才算强大了 红吗 可能是吧 颜小姐 您的甜品 慢走啊 谢谢 再见 子依 你回来了 你姐今天来找你两趟呢 她找我干吗呀 都说什么了 倒也没说什么 第一趟来吧挺着急的 我说你去医院了 她更着急了 第二趟吧 倒是没那么着急了 坐了一会儿 打包了点甜品就走了 哦 知道了 哦 白子姐 剩下的交给我吧 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么好 成 我还追剧呢 拿索你拿好啊 嗯 您慢点啊 好嘞 我带 放心吧 来吧 我带你 private宾 我带你小船 走我带你去啊 走我带你了 住宅 你带你去哪里 そんな东西就送了 好带你去呀 我带你去哪里 林小姐 我们店马上要打烊了 子役什么时候回来 我确实不太清楚 这些人 都是特意来买 子役做的甜品的 当然了 都是莫名而来的 我们这里呀 现在都成网红打卡地了 子役呢 人长得又帅 做甜品手艺又好 特别受欢迎 现在呀 简直是我们店正店之宝 那个 你帮我打包一份 子役做的甜品买 好 那您稍等一下 你 臭小子 这边做的挺好吃的 子役啊 你什么时候能真正明白 姐的用心难苦啊 子役啊 有些责任你是逃避不了的 希望你能体谅家人的用心良苦 一个月后我会再来找你 但是 那个曲目叫我安逸我是非常不开心的 你自己要想清楚 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姐 谢谢你 早说 这三个 三个 瑶瑶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楼下苏阿姨没找你事吧 哎 对了 房子是你看了吗 今天没时间 改天吧 你喝酒了 公司应酬 没事 公司应酬怎么能让你一个小姑娘喝酒呢 你喝酒了 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找个人 哎 莫莉莫莉 我真没事 我就是应酬了一个 别担心 瑶瑶 我知道外边社会上有那些不干不净的酒局 你可千万把自己保护好了 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刚刚毕业 就好欺负了 我跟你说 莫莉莉莉 你别担心我了 我真没事 真的 真的 好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忙你自己的吧 你不要操心我了啊 真没事啊 真没事 我就是有点累了 我洗漱一下就好了 房子的事我明天会找的 放心啊 那你快去吧 洗完早点睡觉 永州分公司市场调查的分析和总结 能作为参考 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 都是一个团队的 不存在辛苦 新建公司的聚集组织构架 我已经想好了 已经抄送了一份给赵总 至于你在新建公司的职位 你自己好好想想 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跟我提 职位 也就是个名字而已 我相信裴总的决定 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更何况我们一起去新公司 多了很多可以向你学习的机会 希望新公司新开始 一定的 喂 爸 闺女啊 你以前收到也不知道给我和个电话 我最近不是忙吗 我 我忘了 我看你在外边还能绷了几天 爸 你那两万块钱 我一年之后连准带鞋子都缓在里面 行不行 真帮我当投资商了 我告诉你啊 我首先是你爸妈 过几天我打算你看看你 对了 还有你一直说的那个裴静啊 这个人我要见见 不是 爸 不用了吧 你 你 记住我搞定了 过了啊 我刚洗了一份 好啦 各位粉丝宝宝们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使用心得 都可以随行发给我哦 拜拜 厉害啊 又活记住了 小卡斯 我今天先不跟你聊了 我得赶紧走 你干嘛去啊 不吃饭了 我去看房子看 我再不去看房子 莫丽菲把我杀了不行 吴达丢 吴家可归了 哎 等等 我这儿正好有一趟 啊 陪我出国 然后把房子放到这儿 让我帮她照顾她 在哪儿 贵吗 看看你就知道了 不贵 白菜价 白菜价 瑶瑶 你现在白菜多少钱啊 这也太好了吧 你看这落地鞠 你最喜欢的 还有这个地方 这 我以后可以把工作台 放在这儿吧 这一块 这个地方 我可以摆我的缝纫机 以后我可以在这儿做衣服 这彩光 这户型 还有这大落地窗 那边是什么 这房子是有一之前 设计师师傅 她现在出国定居了 之前呢 一楼是她工作室 二楼是她卧室 本来这房子是给我住的 但是 还睡懒觉 就搬到公司楼下 看你们找房那么着急 就先给你们住吧 房租 水电 全面 欧阳哥 你也太好了吧 这还有二楼呢 瑶瑶 上来开 我来 房租卧室的採光也太好了 还有沙发 榻榻米 瑶瑶 瑶瑶 榻榻米 莫莉 谢谢你啊 欧阳哥 水电费的话 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没事 没事 不用客气 不是 那怎么行呢 你都已经帮了我们 这么大的忙了 水电费要是还要你交的话 那我们也太没用了 莫莉 欧阳 你就让我们自己来吧 行 叫不过你们 欧阳哥 等我们把这儿 全部收拾好了之后 请你来吃饭 瑶瑶亲自给你做 好 那我先走了 对了 你网店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跟我说 谢谢欧阳哥 拜拜 曹少爺 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哦 这么好的房子 你怎么这么冷静啊 你冷静吗 那我不得精气一点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 我的天哪 这也太好了 还是故事的 我 我要睡这边 我睡这边 我睡这边 我要睡这边 那那那那那这边的话 你这边的话就会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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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的话就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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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多点 小姑娘 你可别瞎指挥了 本来我看见你这堆东西 我就脑袋疼了 行行行 我不说了 您来 曲默 你终于舍得搬走了 阿姨 你看看 你看看啊 人家其他的学生毕业 最多拧两个箱子走 你这可倒好 弄一车 我东西多吗 这也太多了 你跟我实话实说 你除了咱们宿舍 还有那个化剧社的仓库 你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放了 我 说实话 阿姨 是不是还有 毕业了 都要走了 阿姨 你等我一下 阿姨 我知道自己 肯定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这件衣服呢 是我特意给您和张大爷做的 对 这点手艺 您别嫌弃 你趁着孩子拿去吧 那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等会儿啊 先别走 师傅 等我 等我 别走 怎么了 小姑娘 装好了 休息 休息 等一会儿啊 请问 这是你们吃火锅 我摸收的那个锅 带上吗 还能用呢 大姐 您得了吧 都装这么多了 还拿什么锅呀 你这么大一个车 就差着一个锅呀 带上 放 走吧 冷暖阳光 早要最开始的梦想 记好安全带啊 谢谢阿姨 不少小心啊 阿姨您注意身体啊 来 心有微光 心有微光 多远也能让我到达 念念不忘 还有微笑 啊 这个孩子呢 一匹一匹的都走了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得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大学还真没白住 来 汤米哥 你能不能再给我设计两套啊 当然没问题啊 我粉丝超喜欢 当然可以的 瑶瑶 你看汤米哥设计的新款 好不好看呀 好看 瑶瑶 要不今天你也穿汤米哥的衣服吧 我昨天直播的时候穿了 好多粉丝都种草了 不用了 谢谢 瑶瑶 好 要不我也赞助你一件吧 我都已经说了 汤米哥 这是你设计的 当然 师傅 能不能带我在校园里再转一圈啊 小姑娘 我这是搬家的车 你当是出租呢 知道您辛苦 我给您再加五十块钱 这还差不多 要离开校园 守得了吧 喂 瑶瑶 曲波在哪儿呢 搬家搬完了吗 我都装好东西了 我在校园里再转一圈 然后我就去咱们新家了 阿姨 先别怀念了 你设计的服装款是被剽窃了 啊 咱们家里去 我跟你相细说 快点啊 我 我 我知道了 师傅 咱掉头直接去目的地 不怀念了 不怀念了 赶紧的吧 行了 都听你的 你这小姑娘是真能折腾 这不是我设计的裙子吗 这 她怎么会有这个设计稿呢 瑶瑶 你说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 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也懵了 但是我一想 你说汤米哥他的粉丝那么多 他即使要抄袭 应该去网上找那些能搜得到的资源吧 我从现在把手伸到你这儿来了 莫莉 你先冷静一下 你好好想一想 你的设计稿之前有没有给别人看过 或者是有其他人知道 怎么可能 我的设计稿一直都放我自己包里的 我 有一个人 老板娘 秦布 你来了 你的货都好了 来 给你 这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设计 会出现在别的设计师手里 这 这不是前几天 你让我给打烊的衣服吗 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不知道 你看 你衣服全在这里 这料子也不对吧 小姑娘 你站到这里不到两分钟 先是诬蔑我到你的板 又说我给你更换不了 你是不是看我的生意好 故意给我下办的你 行 今天这两个朋友呢 也是我的老顾客 你就当着面给我解释清楚 张口胡说也要证据吧 证据呢 拿来 拿来呀 对呀 美丽在这条件上多长时间了 细语一直都很好 你是不是搞错了 小姑娘 是不是自己设计得不行啊 我设计稿是交给你的 我衣服也是在你们家订做的 现在同样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 你怎么解释 我说小姑娘 我在这里做生意都十几年了 从来都没出现过定点问题 你订做的衣服全在这里 一天都不上 你看 一天都不上 别人穿了你的衣服 你去找他们呀 凭什么让我给你解释啊 你 你是不是你 你以为你身上的衣服很高级吗 你以为你是老姐 我接你这个单 纯粹就是 可怜你是个学生 想帮你 还不早就带忙呢 气死我 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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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来唱钱嘛 不学好啊这是什么的 这些衣服吐死了 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这么吐的衣服 千万别拿你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你说你一个学电子商务的理科生 怎么跟那些专业院校毕业的设计师 你有什么能力在这个市场上立足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不会有未来的吗 我也有我自己的梦想 会不会是 要有去的 北津 莫林 晚上你去吃饭了 不管多晚我都等你 之前是我不对 中文字幕——YK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 这位学长是我们学校专门请过来 给你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做就业指导的 莫星 现在可好 眼珠不有问题可以来找我 好的 谢谢莫莉学姐 来会儿怎么不上台呀 学长 对不起 我着急去挂条服真的是没看见 没关系 你也不是故意的 何老师 对不起 你就别再说他了 何老师 是这位学长的衣服被划破了吗 对 或许我有办法可以补救一下 衣服不好了 学长 你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 谢谢你 等很久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这过来时间太长了 而且路上还有点堵车 你没生气吧 没事 你这拎的是什么呀 这是我今天定制的衣服 本来想说放回家的 但是家里也太远了 我就给拿过来了 你要不要看一下 不用了 今天什么日子啊 搞得这么隆重 是不是你终于知道自己做错了 是吗 我是不对 这不是好久没在一块吃饭了吗 再说上次我给你打电话 语气有点重 来 语气 原谅你了 你遇到一点小问题 怎么了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设计的那条联姻群 你知道吧 是的 你在学校的时候就一直在画那个设计的画 对 就是那条 我今天才发现啊 它被人倒板了 我刚刚去找帮我打板的那个老板娘 结果她还不承认 气死我了 那你有设计专利书吗 没有 没有 那之前你在公共平台上发不过你的设计吗 也没有 说你 我这个人为什么做什么 哎呀 行了行了 裴老师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我 我就是没有考虑那么周全嘛 我要是那么聪明 我要你干嘛 曲莫啊 这到现在为止 你还认为你自己适合创业这条路呢 哎呀 就遇到一点小挫折嘛 那我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我就放弃吧 你就是嘴硬 我就是嘴硬 怎么了 快吃 我要去永州了 去出差吗 调动 升职了 平调 是不是因为 我上次在你们公司那么一闹 让你不能升职啊 好 本来呢 我是可以调到总公司做投资经理的 哎 不过分公司也挺好的 我在那边全全负责 去多久 五年 去吗 去吗 跟我一起去永州吧 在我未来的人生规划里 你一直是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次去永州 至少五年 甚至更久 我希望你能陪在我的身边 跟我走吧 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城市 你这么突然跟我一说 我觉得 我知道 从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很难 但我也是一样啊 咱们两个都年轻 未来有很多可能性的 我明白 曲默 你现在是放不下手里做的这些事 但你应该也知道 创业有多难了吧 就说这次你设计被盗的事 咱先顾且不说 人家是不是真的盗了你的设计 就算是真的那又如何呢 未来这种事情一定会层住不穷的 早晚有一天会被压垮的 我们不是说不说这个事了吗 我必须要说 你没有背景 专业又不行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只是把你的爱好无限放大而已 凭委去劝 让专业的人 去做专业的事 我都想好了 等到了永州 我把你安排到我自己的公司 你是学电子商务专业的 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适合你的岗位 住的地方 我已经让他们去找了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告诉我 再然后就是 毕竟 我们分手吧 你 你说什么呢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是不是今天 我要是不同意跟你去永州的话 你也会跟我分手 你一点也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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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很多争吵 有很多不愉快 但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 只要我们努力 我们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可是我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变成你想要的那个 只是在别人面前学会了假装 比遗忘的那几年 我已经丢了时光 是陪了青春 需要什么 放逝去无法 也许没有我 我只能尝试 你会更快 我只能尝试简单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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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尝试简单的成长